学生们席地而坐一起唱歌 但歌声中透露着无奈 全因为他们的学校恐怕即将走入历史 要支持我们的影响 谢谢 加油 上百名师生在市府一楼广场静坐 表达诉求台中市新光实验教育机构 日前被教育局认定 财务严重亏损 教学内容为照送审计划走 收费超过一倍等等不予续约 太突然了 没有任何通知 这样子就让学生突然没有学校可以念 我们没有办法反应 孩子是在上学的第一线的受教育的人 政府没有想要听孩子的声音 校方成立三年 标榜芬兰市主题教学 没想到下学期即将走废校 上午学校将课堂移到市府一楼的户外中庭 让学生们上最后一堂课 集体进座抗议 同时也提交陈琴书希望能挽救学校 学生他是可以返回 户籍所在地的学校就读 或是选择其他实验教育机构团体 不过也有外界质疑 学生们到市府静坐 是否违反他们的个人意愿 就怕沦为大人抗争手段的工具 你的自己的权力受到损伤 我为自己站出来 争取权力有什么不好呢 小朋友应该也学到这个东西 如今教育局坚持废校 校方决定行政宿愿 让学生们在相同的环境下 继续读下去 记者林世新王百英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导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锁定中视频道